接著我開始要上淨力平衡 什麼叫淨力平衡 就是一個淨紙的東西 受到外力作用之後 仍然保持淨紙 這樣的情況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淨力平衡 原來是淨紙 受到外力作用之後 仍然保持淨紙 這個情況我們稱之為淨力平衡 所以 它有調校合力等於0 合力只要等於0 等一下會說 合力等於0會怎麼樣 合力局等於0會怎麼樣 所以淨力平衡的條件 就是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以後的計算 就算這個 算合力等於0 算合力局等於0 如果合力等於0 東西就不會移動 不會移動 如果合力局等於0 就是不會轉動 必須兩個都有 不移動也不轉動 才叫做保持靜止 如果合力等於0 可是合力局不等於0 它就是不移動 但是會轉動 那這樣仍然不叫做淨力平衡 因為它還在轉 但倒過來也對 如果合力局等於0 不會轉 如果移動 合力等於0 這也不叫做淨力平衡 好 所以 合力等於0 就不移動 合力局等於0 就不會轉動 那就保持靜止 叫做淨力平衡 所以呢 要平衡的條件 就是要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合力就會是0 對不對 再加上一條 如果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合力局就會是0 就是為什麼 當初你配的叫做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這樣才會合力等於0 合力局也等於0 合力等於0 OK 那怎麼解決題目 第一個 把受力都畫出來 把受力都畫 畫出力 把他所有的受力都畫出來 後來以後呢 因為要合力等於0 要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所以就要 根據合力等於0 劣勢 根據合力局等於0 劣勢 因為是合力等於0 所以就會向上等於向下 向左等於 向右 因為合力等於0 所以就會負責動力局等於 就是 劣勢動力局等於 劣勢動力 這個算出來 OK 按照這個條件去劣勢就好 注意的事情是 你會 往往會漏掉一些力量 只要有接觸的 有壓到的地方 後來都會有支撐力 敲敲板 有個支架 有一端靠在地上 支架這裡會有支撐力 壓在地板上 地上 地上也會有一個支撐力 支撐力通常會向上 可是不一定 有個題目 卡住的力量是向下 卡住的力量是向下的 你也不用管向上向下 你就照正常劣勢 答案會自己調整 你也不用太多管它 所以這是你可能會漏掉的地方 漏掉的地方 你漏掉那個力 有壓到 有卡到的地方就會有一個力 就會有一個力 然後呢 支點就是轉動時不會動的點 支點就是在轉動時不動的點 那我盡力平衡 每一點都不動 所以每一點都可以當作支點 等一下做題目的時候 我就會做給你看 我會把我的支點放在一個 放在這一邊可以幫助我少算一點事情的地方 那我可以少算一點東西的地方 我可以隨便取我的支點 如果是盡力平衡 我的支點可以隨便取 因為它通通不動 通通不動 我把它放在一個我不想要算的東西上面 這樣的話可以審我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給各位的題目 大部分都是均勻的 然後呢 平整的一個木棍 這個 頭尾都一樣大 材料密度都一樣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木棍如果題目中 木棍有重量 這木棍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想要輕繩輕感啊 就是剛剛它沒有質量的 假如這個木棍有質量 你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 所有質量集中在中間 第二種 一人一半分兩邊 質量十公斤重 可以把十公斤重放中間 或者左邊五公斤重 右邊五公斤重 我們可以這樣處理 不見得誰比較快 但可以這樣處理 但是有一種題目不行 比如說有人出過這種題目 棒球棒 然後呢 放到地上 從細的地方掉起來 從樹的地方掉起來 然後要問一些問題 棒球棒的形狀有沒有很均勻 沒有 所以它雙腸會不會在中間 不會 雙腸不在中間 但是你一般的情況下 我都是一個均勻的 形狀上很一致的 長大小頭尾都一樣大 這個時候 如果那根棒子是有重量的 我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集中在中間 第二種一人一半分兩邊 這是在跟各位提示一下 做題目的時候 你所需要了解的事情 重點是前面這個 所有的力化出來 合力等於零 合力局等於零 你就會把它算出來了 你就會把它算出來了 就是你需要了解的 OK嗎 OK